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 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這麼好呀 那就多買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又收聽自然療法與你 今天又有我Anna在 還有我們的嘉賓袁醫生 袁醫生你好 大家好 今天我知道袁醫生準備一個很像新的問題 近日很多人談論就是流感 袁醫生是嗎 大家都知道流感季節是流氤度 一般都是到冬天的時候 流感是比較多的 在我最近的接觸病裡面 似乎真的 今年好像流感都多了 比以前的流感期多很多很多 可能大家都要很關心 這個流感如何處理 當然有些人都覺得 流感是一個很嚴重的病 到底流感是否真的一個很難醫的病 我有些什麼可以更加有效的安全方法處理呢 我們今天會跟大家分享這些資料 袁醫生可否首先跟我們分享一下 流感的歷史大概有多久 是不是已經很久了 其實我相信大家都會想到 這些上呼吸系統的病 不可能現在近度才有 一直都有 但當然看我的歷史記載 我們可以這樣說 第一次真真正正的 所謂世界性的流感 不要說一般的流感 一般流感 我想人類有人以來都已經有了 但我們在說這些世界性的流感 就是pandemic 全世界流行的情況 不是局部地區性的流感 第一個是有紀錄 大概在1510年左右 十五世紀的時候已經有了 這個比較大一點 當時影響人很多 但不是太多人 是因此而喪生的 不是死很多人而已 到70年之後 1950年 另外又出現一個全球性的流感 亦都是由亞洲開始的 這次的流感 似乎是嚴重很多 在短短六個星期裡面 影響的人 很少人可以脫掉魔爪 但很奇怪 當時來勢洶洶 但很快 短短一個月裡面 又自動消失了 又不知為何 起碼紀錄上 只是羅馬這個城市 差不多有九千人死在這個流感 真的很多 在這個流感 是經過兩波進入襲擊的 在英國來說 第一波是Summer Summer是五百零年 第二波是秋天的 很多時候 流感好像很有趣 來到之後就平局了 然後等一兩個月又再來 所以那時候 在香港的官方 經常遇到流感 都是很戰戰兢兢的 永遠都不知道 會下一步 預計不到 預計不到 我們過去歷史上 都發現很多時候 流感就是這樣離 又這樣去的 我剛才所說 起碼是全世界性的流感 第一個 就是在1510年 然後是1580年 接下來的 所謂世界性的流感 就是1732年到1733年都出現過 1781年到1782年都出現過 當時這個 又很特別的 這個流感也是在亞洲出現的時候 亦都發現受影響的人 通常是年輕力臟的 不是一般我們認為一般的 通常是比較 老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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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批 但是在1781年那次的流感 影響的人 全部都是年輕力臟的 接下來 大概在1800年到1800年 當時整個歐洲 中國 巴西 都出現了一個 世界性的流感 但是那次的流感 基本上 是比較溫和一點的 死亡率也不多 在歷史學家 有兩種說法 一種說 大概在蘇聯開始 另一種說法 可能是在中國開始的 另外一次 世界性的流感 在1830年到1833年 那次大概 拖得很長 大概斷斷續續 都維持了三年的時間 這個流感 很多這方面的研究人 都認為 那次的流感 應該在中國開始 在1月份中國開始 好了 1847年 1848年那裡 亦都出現一個 比較上大型的流感 他們當時在英國 認為這是一個 一個殺傷力很大的 差不多 倫敦 有25萬人 中招 當時的流感 死亡 差不多跟那些 霍亂差不多 那麼 那麼 在那段時間 那個流感的死亡率 比一般的霍亂更加多 好了 那麼到另外一段時間 1957 1958 亦都試過有一個 世界性的流感 到1889 1892 左右 大概可以這樣說 大概每十年 我們很多時候 就會出現這種流感 我相信大家都聽過 為什麼我們會這麼害怕流感 原來一個世界性最嚴重的一次流感 亦都可以說 人類歷史上 除了黑死病之外 即是出現過 有黑死病大概是 公元542年出現一次 同一個Bulbonic plague 就是我們傳統所認為的黑死病 那是1347年1350年 那除此之外 就是我們那個 所謂的西班牙流感 也叫做豬流感 就是19181919年 這三個的病 可以說是人類歷史上 所謂的殺傷力最大的 三次的疫症 影響力很大的 那次的流感 可以這樣說 剛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 發生了第五年的時候 就出現這個病症 而這個流感 亦都是跟三波一樣出現的 在短短十二個月裡面 就在三波 三個波浪出現在全球各地 它的死亡率是非常之厲害的 那有些估計 全球死的人大概是二千萬到四千萬 但最近有些新的估計 其實死的人可能是過億的 差不多成過億的 那也有一個很有趣的 那初初發現的時候 是一個兵營裡面的 是有些士兵在冰營的時候 是一個叫做Kamp Foulson 在Kansas City 在1918年3月15日 那有一個士兵 就突然之間覺得有點不適 那樣 就進入了冰營裡面 那沒多久 那士兵就突然之間 病情惡化得很厲害 然後就急速死亡 那跟著無數這些 年輕力臟的士兵 一個一個病倒出來的 那也很多時候可以看到 可能一個人 在早上生死亡 到晚上就死了 那真的很快 發病得很快 很快很快 發病率和那個率 是很快很快的 死亡率也好 那也都是 這個就是 中招的人 所謂死亡的人數 大部分 都是25歲到29歲 這個就是最壯然的時候 那死亡的人 差不多是最多的 可以說是 百分之五十六的 那些死亡人數 是20歲到40歲那個 那個age group 而只是40歲以上的死亡 佔的大概是9% 那所以這次那個 這個流感 當時就是 就是很 就是措手不及 令到 還有很明顯 整個社會 整個 原來很多國家 醫療的設施 全部都是被它癱瘓了 都幫不到 整個醫療制度 根本是當時就是 簡直縮手無法 那些醫療人員 只是眼睛睛看著他們 那些人死的 那些病者死的 那很多時候 那些人 整個肺都變了血的 變得軟軟軟 好像豆腐那樣 全部都是血軟軟 吐血啦 被七孔流血啦 很多時候呼吸嚴重的問題 也都有一種叫做 Purple Death 即是紫 不是黑死病 是紫死病 即是紫色的人 變白變紫 那這個就是當時的一般人 看到那個病症 那又說起原醫生 其實都想了解一下 雙風和流感 其實病症方面 或者病理方面 有什麼不同呢 即是很多時候 人們遇到一些 上呼吸系統的症狀 譬如流下鼻水 喉嚨痛 或者經常性打刺 他們都以為自己是傷風感冒 很多人這樣說 我經常都是傷風感冒 那我解釋給你聽 你不可能一個月 有一兩次傷風感冒 經常性的 因為如果你有一次傷風 或者感冒 你基本上就有免疫一段時間 所以我一聽到這些情況之下 我覺得我就立刻說 你根本是一個敏感的 上呼吸系統 起到敏感 或者鼻敏感 那當然 除了敏感之外 那如果有些人 是間歇性 冬天 凍親 傷風 那他就會出現那些 上呼吸系統的症狀 包括打致 喉嚨痛 流鼻水 那如果只是局限於這一類的症狀 基本上你都可以知道 是傷風多些 因為當你的流感的時候 流感的症狀 就是會多方面的 除了鼻度 呼吸系統 有這些分泌 多了之外 其實是有整體性的 那一般來說 流感的所謂前伏期 其實都是很短的 通常是兩天左右 但也有時候一天 甚至乎七天都會有 是 但是一出現的時候 有兩類的 一種是很突然的 是很快的 但大部份都是慢一點的 是 所以一般來說 是比較快一點的 也有些 小部份是比較慢一點的 那一般的症狀 會頭痛 整個人覺得很軟弱 有些人感到不妥 身上有些不妥的感覺 很累 有些少許發燒 或者覺得尖寒 尖寒 那慢慢的症狀 可能是幾個小時之後 那開始有體溫上升 症狀 上升到101度 或者再高一點 那開始有些肝咳 或者肌肉冤痛 或者背脊 又是背脊 四肢那方面 那有些時候 是關節都開始痛 甚至乎 眼球又痛 鼻塞 又有鼻梯 又有鼻梯 症狀 一般來說 這些流感 會維持多久呢? 在急性的階段 大概是三日到五日 如果沒有什麼後遺症 沒有什麼複雜的情況 那就是三日到五日 如果有燒 可能一日到六日 通常就會低一低 然後又高一高 流感的燒 有時候有這種情況 很多病人都有這種感覺 以為好了 然後一日之後 或者到下午之後 就突然之間又高了 那當然 如果你的燒 持續是高 就是高於四日到五日 那你開始就要懷疑 會不會有其他的肺部 病發症出現呢? 嗯 那很累 那人懶懶惰惰 疲惰 或者個人的情緒低 可能會持續 一至幾個星期都可能 有一天之後 好像流感之後 總是好像未曾全部清光 清光 對 那這兩類的流感 我會叫做A型流感 或者B型流感 那基本上 一般人都不會怎麼分析 那簡單來說 是A型流感 就嚴重一些 B型流感 就沒有那麼嚴重 那最大的問題 就是流感之後 有很多病發症 除了我剛才所說的 基本上呼吸系統的症狀 其實有很多是病發症 那很多問題 都是出現病發症 就是嚴重的問題 是出現病發症 那最常見的病發症 就是肺炎 是 病毒性的 或者細菌性的發炎 那如果有些人 有慢性的病 譬如有哮喘 肺氣腫 或者長期的肢氣管炎 那些人當然 是容易出現問題 那或者有些人 心臟 或者有腎病 那些人也容易出現問題 那如果那個女性 是在懷人的時候 也有病發症的機會 也可能會多些 那也有 還有心臟 肺和腦袋的病發症 有時都會出現的 那也有些人 就會傾向於容易 就是 作嘔作悶 那樣的 好了 那除了這類的病發症 還有一類的病發症 就有些人 就在 康復了之後 就變了長期 是抑鬱的 我們叫做 是感冒 感冒後期的抑鬱症 那這可能是 是遲到 數個星期 或者數個月的 那這些 情緣型 就在同理療法 也都叫做 自從感冒之後 就有這個問題 我們叫做 Ever since the flu 就是同理療法 很廣告的 譬如有些病人來了 可能他告訴你 我經常都 情緒很差 很不開心 那麼我們在他 拿他的資料的時候 我就會講究 就看看 到底他什麼時候開始 如果我們發現 那個病 我自從感冒之後 我就開始了 即是感冒過了之後 我一個人 就情緒低了 那麼在我們的 同理療法的觀點 我就會去 企圖醫治感冒 就是這個情緒低落 那個起因是一個感冒 所以我們去醫治的時候 我就會問他 他當時感冒的症狀是怎樣 然後去醫治感冒 即是感冒得出來的後遺症 那如果你只是醫治的表面 那個情緒的表症 可能的效果不太好 那麼我們就會用藥 就用回他當時的感冒的症狀 那麼這個 同理療法的那個 就是那個 醫療的手法 可能和其他種醫療 會有不同的 那麼除此之外 就是那個 肢氣管炎 尤其是出血性的肢氣管炎 所以很多人會吐血 這類的問題 那腦炎啊 心肌炎啊 導致我們心臟衰竭啊 或者心漏啊 心有雜聲啊 那由你年輕的那些 那些就很危險的 就叫Ryhe syndrome 是 有時用阿時不靈醫的那些小孩子 會出現這個叫Ryhe syndrome Ryhe syndrome 當然那個死亡率很高的 是 那一般的傳統西醫的醫療 由始至終都說很強調 就要臥床休息 是 那在1919年的時候 很多時候那些病人 可能覺得自己不是那麼差 就起來去幫一下其他人 那一不休息 就立即就中招 跟著就死了 那在香港呢 你知道 香港很多時候 那些病人呢 如早任何病都好 都希望你發發出 按了個病症啊 讓你可以早點上班啊 或者可以早點上學啊 那些班人的心態 或者以為好回來 那我都經常解釋給你聽 如果我們從歷史的教訓呢 就是最有效的治療那個感冒呢 是真的要休息的 如果你強行給他10元 去上學這樣 或者用藥去按燒啊 按了一些表證呢 給他上學去上班呢 他可能呢 跟著出來的後果是很嚴重的 或者拖長了 那所以當然啦 那我一直都遇到這些這樣的案子 那有時候病人說 哎呀怎麼辦 接著下個星期又要考試 那些醫生 有時候認到我 就是要我做神醫了 是吧 只好兩三劑就搞定他 立刻可以回學考試 好像沒有病過 是 那這個有時候被我壓力都很大 哈哈 原來你都有壓力的 醫生 那有時候你要知道 有時候身體好不好呢 不是說我的能力 你沒有這樣的體能呢 我用什麼藥都不可以 快速可以解決到的 那當然啦 西醫的用 就是早年不知道 用很多壓時不靈 那這個也都導致 當時那個 就是流感的死亡都這麼高 就是因為呢 他用錯藥 用壓時不靈 那主要當然是因為發燒 因為會提一提 如果遇到發燒 我應該怎樣去面對呢 用什麼態度去看呢 那 那因為壓時不靈 一個很強的副作 叫做Rising Room 那在外國呢 壓時不靈的藥 裡面的標籤 一直都說得很清楚的 千萬不要讓小孩子用 小孩子那些一般的發燒 通常是那些病毒性的燒 來的 不是那些Bacterial的燒 那如果用前衛之下呢 你用這些這樣的壓時不靈呢 就很喜歡叫做Ryce syndrome Ryce syndrome 那個後遺症很厲害 一半是死亡的 那當然呢 除此之外呢 抗生素 這個狼狼藥 那個 尼巴偉林 現在最流行 唯一一種似乎 好像有些效的 就是尼巴偉林 那在 當然這類的西藥呢 都有兩個比較常用的 Rymitadine 和Rymitadine 這兩種是所謂抗病毒的 對付這些這樣的A型流感的 那但這種藥呢 就對B型流感 又完全沒有什麼作用的 但這種藥呢 始終有很多副作用 包括那個人會覺得 那個焦慮 Nervous 那個 騰騰真真 那樣 那個睡眠 即失眠 那也都可能 情緒低落 尤其年紀大的人呢 通常呢 有這些的 或者是自己有腎病 或者腦的問題 那會出現 這些情緒的問題出現 那就是很多時候呢 因為我們的身體的排導器官 神的排導器官差呢 就會出現這些 這些這樣的問題 嗯 那我曾經都說 就是一般來說 就是一般來說 一般性的流感 通常呢 是出現冬天 還有比較冷的時候 是的 那但是呢 世界性的那些流感 就不關事的 夏天又來 總之什麼就知道 什麼都來 什麼時候都有 這個就完全 似乎又不受 那個天氣的那個影響 好了 那就是 那現在我們 即現在我們 即現在我們 即現在看回當時的歷史 即記載 是非常之可怕的 是的 有些地方呢 有些差不多 好像有些很少的島國 是避免於難的 其他大部分的地方呢 即死亡人數很高 有些小的那些村落 全村人100%死死了 而且真的死得很快 正如柴 abaśli説 日落到晚 一會兒就去世了 所以這個導致我們在醫學界經常都說 其實我們都不是說這些流感會不會再次出現 肯定會再次出現 只不過什麼時候就不是說會不會出現 所以我們經常一聽到外面的人說的時候 都經常說下次來的時候 我們要怎樣想辦法去應付它 因為實在當時有些估計 差不多地球上四分之的人是死了 有紀錄的國家 比如在法國大概有16萬6千人死在這個流感 在英國來說 有一天差不多一個星期裏面就有1萬6千人死 好驚人 是啊 當時在倫敦東區的倫敦 差不多一百個人有一個人死了 雖然不是說十分之一 是一百分之一 即是一百個有一個人死了 在當時的高峰期 四十六個星期裏面 只在英國有22萬8千917人死 這些是比較有紀錄的 大致上全球來說 當時死亡的人數 在非洲大概是190萬到230萬人 在亞洲就最厲害了 190萬到3300萬人死了 在歐洲2300萬人死 在拉丁美洲是76萬6千到96萬6千 北美洲是60萬03千 在南太平洋島是85萬 整體來說 曾經所估計 就是2400萬到4000萬人 你可以看到 經過這一類這樣的情況 當然那些人真的很害怕 也都了解到 當時那個病因 大家都猜猜一下 或者不同的國家 又不斷地猜 到底發生什麼事 什麼引發 大家都知道 到大概是1933年左右 我們才開始認識這個病毒 我們現在說 柯瀏感原來是一種病毒 不是一種寄生蟲 也不是一種細菌的病 但是早年那個時候 我們沒有認識病毒之前 世界上的不同的醫學家 那些醫生 都是猜的 什麼鬼都猜的 就是很無厘頭的估計 當時因為西醫治療這方面 根本可以這麼說 都是觸手無策的 於是坊間出現了 很多很多的 不同的工具出現了 在香港的 最近的經驗 在沙士期間 也都看到 很多很多坊間 用不同的方法 燒白醋 是啊 聽過 在早年可以這麼說 就是 古年精怪的方法出現了 有沒有效呢 大時來說 沒有什麼科學的定段 總之是一個 驚風馬亂的時候 什麼方法都能夠出現了 醫生 其實我最近 各位聽眾朋友都知道 香港其實都有十位市民 是死於這個豬流感的 近來 其實可不可以多說 這一方面 或者其實 聽過H5N1 這些其實是代表什麼東西來的呢 醫生 當我們開始了解 病毒這種微生物 我們開始了解了 其實病毒 簡單來說 就好像一個網球球一樣 當作網球一個球 它球面 就很多 半寸長的釘 或者針 都突出來了 那你分析裡面 這種這樣的針 突出來了的物質 我們叫做球蛋白 Glycoprotein 有兩種的 一種是尖形的 一種尖形的 我們叫做H H Hemoglutinin Hemoglutinin 就是這種 是幫助病毒 附在我們身體的紅血球 或者我們身體的主體 那些細胞上面 那另外一種 就比較 數目少一些 我們叫做 Nuraminidase 那這個 也叫做神經 瘤酸鎂 那樣 那也是另外一種的 的蛋白 球蛋白 那這個就是N 所以有這兩類 所以叫做H 和N 那本身的病毒 是由 泰國有八個 那個 那個核酸 做出來的 八個那個 Ribonucleic acid 做出來的 那那個 似乎那個 類別 我們通常 將那個 那個 就是 這種類別 分成A型 就是Type A Type B 或者Type C 那似乎這個 那個 我們叫做球蛋白 這種 上面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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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構 我們叫做抗原 Antigen 的結構 將它來分類 那簡單來說 就是 將它 H H H 就是有12類 H1 H12 那這個就是Hemoglutinin 這種 抗原 那另外一種 就有9類 就是N1 到N9 那麼我們1957年的亞洲流感 我們叫做H2N2 那麼1968年的香港流感 叫做H3N3 就是我們過去已經經歷過 是 那麼 可以這樣說 到1957年之前的流感 通常都是屬於H1N1 這一類的 是 那麼 那麼 那個問題就是 這些這樣的 那個抗原 是會 會有變動 會變遷的 這樣 那麼如果是變得不是很大 我們叫做Antigenic Drift 那這個變得不是很大的 那麼我通常呢 我的身體呢 就有些悉然的能力 但是有時候呢 它會變得很大的 可能一些 就是不同的品種 那些病毒出現了之後 那麼我們叫做Antigenic Shift 那一Shift的時候呢 就是它的改變到大 那麼很多時候呢 這些這樣的世界性的流感 是這種 這種叫Antigenic的 就是抗原的 大流動 大變動 是導致的 那就是說呢 我們的身體呢 就是 人類呢 就沒有能力 沒有接觸過這類的東西 那所以 就很多時候呢 就會出現大型的爆發 那大家估計呢 大概每10年左右 這種這樣的 所謂的世界性的流感 就會出現了 因為呢 那個抗原的那個改變 Antigenic Shift 那樣的導致出來的 那好了 那大家記得呢 我們1997年 是否出現那個禽流感 那這樣 那當時那個情況呢 就是香港呢 就是香港呢 香港有位病毒 病毒專家 那樣 那他呢 就在他的實驗室裡面 去研究 那他就 通常呢 現在世界性呢 例如那個 那個 那個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在Georgia 美國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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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這個機構呢 就差不多呢 是扮演一個監察全球流感 那個活動的角色的 那當時 就是香港有位 有位林醫生 是一個香港的 就是那個 那個病毒核 學家的 是 一個主診醫生 那 遇到這些病人呢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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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將他那些 當時好像在伊莉莎白醫院的 九龍呢 就有個三歲的那個 那個男童呢 就進了醫院的 是 那結果呢 就是死了的 那他就 那他就 就將這些 那個身體那個 那個 瘦仔這個身體 這些這樣的 的組織的黏液呢 就將他拿出來呢 就寄到那個 Alanta 那個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那麽和英國的 Mills Hills 這兩個呢 是差不多世界性呢 就不斷地來監測著的 這個 這個漏感的 那麽同時呢 就他認識一位 在 一位 Jane Day Jones 一位 亦都是一個 病毒學家來的 那麽一個同時 他認識的 那麽他呢 就原諒這位 這位 病毒學博士 那麽他呢 就在 荷蘭一個 國立的 的機構去做的 那麽他知道呢 這位同事呢 就很喜歡收窄這些樣本的 那麽他 哎 方便了 就寄一份給他 研究一下 可能他都會很感激他的 那麽給他一個新的樣本 那麽 那麽大家知道 都不以為言 那麽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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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病理學家 就 飛機趕回香港 那麽 那麽這麽醫生 將他在機場治療之後 就馬上 就將他 折到醫院那裏 那麽 那麽他自己 要親身再看一看 那麽呢 原來呢 那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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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什么再出现了 可能是否是杀鸡出现呢 没有人知道的 从来没有人知道 我们和大家分享过 其实世界上这些流感 很有趣的 它来势洶洶杀了很多人 但是突然间它就消失了 是的 不知为什么 这次我相信香港的禽流感 也是这样的 没多久就完全消失了 当然我们香港人就以为 因为我们杀鸡 做得快 我可以肯定根本是 跟鸡无关的 我相信如果大家老实点 去大家分析一下 香港那16个中招的人 有没有哪个人有机会接触鸡呢 真的少了 有没有10元在香港 10元在香港会跟妈妈去街市 去看看鸡 去摸摸鸡呢 你可以这样说是绝无紧有的 我相信这16个人里面 尤其是初周三岁的那个男生 他肯定从来没有接触鸡 如果你说流感是由鸡引起 那为什么应该接触 中招的人 是否应该是 烫鸡的人呢 你记不记得 当时电视台也有报导的 对不对 报导的那一幕就是 那些在鸡场的人 整个人都在吃饭 吃海鸡 那些鸡就在旁边 击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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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击 只不过知道H5这种病毒 通常是影响鸡的 但是为什么呢 第一次发现 由H5N1这种流感 是接触到人类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们研究了很久 都不了解到 为什么H5N1会出现一个小孩那方面呢 到今时今日 都是一个迷来的 都是未解决到的 都是未解决到的 我记得在当时 我出现这个情况 我都写了一些 资讯去报纸 我写了一些文章 我说 根本整件事 那个根源 就是那些沈蚊仔 之前是接受那些疫苗注射的 尤其是打麻疹的疫苗注射 我们知道 流感的病毒 跟麻疹的疫苗 是同一种类的 就是属于同一类的病毒 好了 你想想 我们知道 麻疹的疫苗 是用什么动物来培植的呢 就是用鸡 用生鸡 去培植的 我觉得很明显 在培植这些疫苗 打针疫苗的过程里面 在这些鸡的配拖 去培植过程里面 那鸡的病毒 便符合这个疫苗的病毒 那便直接打到那个沈蚊仔身上 只有这么简单的道理 当然了 我文章也写出来了 我也都说过 好像苹果灯过灯过 因为苹果灯是用鸡的配胎去培植 去养这些疫苗 养这些病毒 那你知道 当时香港的那些 全部都是那些小孩 和那些臭的小孩 那我们也了解到 近年有很多新的病 医保那 那些 就是很多这样的古灵精怪 那些病 是出现了的 嗯 那外肢病 HIV 那很多方面 大家都已经推测了 那外肢病的成因 都是因为打针 打出来的 那我们知道 在近年 我们是大量推荣 是帮那些 全世界的小孩 去打那些 铺尿的针 那铺尿的针 那铺尿的针 你知道 那些疫苗 是用什么的方法去培植的呢 其实 它就是用那些 猴子的肾 的组织去培植的 那发现 原来 那个 我们现在看到的 所谓 那个外肢 或者HIV 那个病毒里面 有一种病毒 就好像猴子的SV40 那种病毒 是 那就是有很多科学家 是指出来 其实 外肢病之所以出现 就因为我们 这些疫苗注射 是导致全球 很多的人 是中招的 那在香港 就那个Hepatitis 所谓在美国 那有三个城市 是三藩市 好像三藩市 Miami 好像Chicago 我不太记得 这三个城市 突然之间 很多同性戀的病人 就突然之间出现 是 因为他们你知道 他们很多时候 用打针筒 针筒 那些针筒 可能有很多 Hepatitis B型肝炎 那些问题 所以很多时候 他就大堆头 是打这些 B型肝炎的针 那在非洲 很多小孩 为什么有出现 HIV 这些针筒 也都是因为 他们吃很多 这些针筒 小型麻痹症 这种疫苗 小型麻痹症 小型麻痹症 疫苗的制造 是需要猴子 猴子的肾去做的 那发现 原来 在病毒里面 很多猴子肾的病毒出现 我们可以解释 在自然医疗里面 也有很多医生 都开始发现 其实很多时候 这些 为什么这些 新的病出现 其实往往 因为我们 现在开始 大量地去打针 大量地去打针 那也开始 还有一个危险 就是 我们开始 用器官的移植 用猪 用猪 猪的心 猪的器官去移植 那也很有机会 是会制造一些 新的病毒 因为始终 动物的病毒 一般来说 不是那么容易 出现人的 但是因为经过 那些疫苗注射 用它们的动物 那些 器官 组织 来培植这些 病毒 那我相信 不难 这种机会 不难的 这些动物的病毒 在这种情况之下 混入你的疫苗 这些动物 就会制造一些新的病症出现 例如 Ebola Marble monkey virus 这些 全部都是 跟那种 猪的病毒 是很大的关系 所以 器官移植 其实背后 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所以大家要 或者大家 我们这次 告诉你 当然这些资料 都不是我自己作出来的 这方面的资料 在书籍上 在外国 资料有很多很多的 但是这方面的 翻译中文书 我暂时 都不觉得很足够 是 所以希望 我只能够将我 在接触到的 外国的 新的资料 透过这个媒介 和大家多些分享 始终这个问题 是影响很多人的 那我也不觉得 香港一般的 媒介里面 是有人 是肯将这个 起码这方面的事实 是和大家分享的 那你知道 现在遇到这个情况 那 当时就是 因为那个 医疗的手法 当然第一 它没有有效的药 那第二 加上 用一些药 是对一些这样的 就是 所谓叫做 viral fever 因为病毒性的 发烧 是会导致 很严重的 创伤的 那这个我觉得 是导致 当时的死亡率 为什么这么高的 那好了 那 相反来说 我们知道 香港一般人 看到发烧 很腾鸡的 是啊 很腾鸡 但是呢 我在 很多年前 我都和大家 分享一些资料 其实呢 我们的身体 是要靠发烧 去医病的 尤其是小孩子 为什么小孩子有什么病 突然之间 是不是都很容易发烧呢 而反而大人 发烧的机会不高呢 那 原因呢 就是说 另外小孩子 那个 就是那个 处理疾病的能力 就 不是那么 不是那么旧 就是不是那么多抗体 也都不是经历过 那么多种 那么多种的病呢 那令到他呢 就可以 可以 应付得到的 那小孩子 唯一一个 就是最原始的 医病的方法呢 就是用 用发烧的方法 那所以呢 如果当时呢 我们一旦见到一些发烧呢 就是 就是 认为发烧是一种很严重的问题 要想尽办法去按它呢 那于是乎呢 就会出现这些这样的后遗症 那 那么 那当然 一般人来说 就是会说 什么叫做正常的温度 那 可以这么说呢 寶寶仔出生的时候 如果你 探肝呢 就大概100度 101度 那 当然 要小心 因为很多人 在用探肝 做那个 探温的时候呢 很多时候 刀穿过10度 就是他抢的 这个出现过的 那通常呢 一半是死亡的 那所以这方面 大家要小心 那 成年人或者小孩呢 一般的温度来说呢 都是 大概97.2度 到99.5度 都属于正常的 那98.6呢 或者37度 那个摄氏呢 就属于叫做 平均 那其实这个是平均的 那有些人呢 都是处于97.2 到99.5的华氏呢 都属于叫做 一般性的 属于正常的 那通常呢 是肝的温度 就会高少少 半度到1度 左右 格拉底的温度 就大概是低少少 低1度 好了 那遇到的发烧呢 我通常呢 认为低烧呢 大概100度 或者摄氏38度 到101度 华氏 中度 102度 到103度 所谓高烧呢 就是104度 或者再高的 嗯 那一般来说的烧呢 通常呢 在感冒呢 是101度 102度的 那或者呢 当然呢 也都会高到106度 都会有的 嗯嗯 也都可能持续到5天的 好了 那我们怎样面对这个烧呢 就是我们觉得呢 一般来说呢 就是如果你什么都没有 就是你手上 什么都 什么工具都没有呢 我觉得呢 就不要强行呢 是吃些退烧药 是 就是让烧来到 帮助你去处理 这个方面的问题 是 但是除了你呢 你的烧是真的高得很厉害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开始会想一些方法 嗯 就是来到帮助身体呢 去去降下温那样的 那我们还用很多些西草药 那大家都听过了 就是Ekinnesia的脂椎花啦 脂椎花呢 脂椎花在医学上呢 起码有成350以上的医学文献呢 是证实它呢 这个呢 是帮助我们呢 是可以中和病毒 或者細菌性的感染的 嗯 那除了脂椎花之外呢 有叫Bayberry 那个羊梅呢 羊梅呢 羊梅这种草药呢 都是可以这么说呢 在很多印度 在印第安人呢 用来处理那个烧的 嗯 那除此这个 还有叫Boneset 那也都是对那个呼吸系统的感染 很有帮助的 那也都呢 会增进我们的白血球呢 所谓叫巨雀细胞呢 是来到吸 就是处理这些这样的 就是疾病 引发疹病 这些这样的微生物 那那种的就是 那还有就是红椒了 Caiyan Pepper Caiyan Pepper呢 很明显呢 会用 就是那些人呢 就会用这个草药呢 就帮它发汗 你知道啦 最有效的方法呢 就是令到你自己出汗 就是散热 散热 是的 那我们记得小时候呢 如果有发烧呢 家里那时候就见到你 就是盖棉胎 是 焗一身汗 除了盖棉胎之后 喝热水 就是很多时候 哇 这么热呢 还要喝热呢 那其实目的是 要淋你出汗的 那最有效的降温 就是将身体的汗呢 就是发出汗 那那个汗水 会将身体的体温 就是大大动 所以呢 就简单来说 喝热水啊 盖棉胎 是一个有效的方法 那除此之外呢 折骨木 Elder Flower 也都有 就是帮助你打开毛孔 帮助你排汗 那安树 有很多时候 那些人呢 就用来就 闻啦 就是香草油那里 那另外一个 胡鲁瓜 胡鲁瓜是清淡的 就是如果那些痰多 那样 吃胡鲁巴 胡鲁巴 Fanigrid 这种是帮助身体 排走那些 散啊 那些痰的 那除此之外呢 大树 那个薑 薑 薑当然是一种 就是瘟疫的 会帮助你出汗 那也都可以 减轻你的咳嗽啊 和那个烧的症状啦 Lemon Balm Lemon Balm 差不多是 因为流感而高烧的那些 是 大家都听到啦 Fanigrid 也都会帮助你 出汗的一种西草药啦 Yalo Yalo 也是帮助你 打开毛孔 帮助你出汗 那其实呢 方法是有的 那但是我都希望呢 大家呢 就是给身体一些机会 就是不要有少少 温发烧呢 你就去禁止它 嗯 因为始终呢 如果这样的身体呢 自己打赢了这场仗呢 你的身体的免疫能力 才会提升的 是 如果你动不动呢 就很急切呢 要将所有症状去消减它呢 其实呢 可能是适得其反的 嗯 那我觉得呢 大家遇到这些流感啦 其实当时那个禽流感 沙士期间呢 我认识很多人呢 不敢出去看医生的 谁知道一出去看医生 关到医院里面呢 用那些西药的方法呢 很多人因此而出现问题的 嗯 很多人有些人就在家里咬咯 是 有他自己烦一下 喝一下水啊 休息一下 那好了 当然啦 如果你真的烧膏都很厉害的时候呢 在自然医院里面呢 都用很多些降温的方法啦 嗯 简单来说呢 用温水啦 用一些sponge 我们叫做cold sponges 是 就是用一些 那些 海绵 海绵 来吸收一些温水 来抹个身体啦 嗯 也有些是叫做cold compress的 直接用一些冬水呢 用一些 可以叫做fennel 就是那些溶布啦 那 濕了水之后呢 就扭 就是 用一些cold compress的 用那些棉质的物质 濕了水之后呢 扭到扭到 扭到之后呢 就包在身体裡的 那再用一些溶布 来包住身体 那 那溶布呢 那些好处呢 就是它不吸水的 是 那就是令到这些水呢 和你那个床单那方面呢 就不会有接触得到的 那用这种方法呢 其实呢 也都是一种 我们在治疗里的水疗的方法的 哦 那也都有人直接呢 就拿个身体 影增高的那些拿身体呢 就拿一张床单 濕了水之后呢 扭到那麽下啦 就是不要滴那样 嗯 那整身包紮 跟着拿羊毛毡 盖着身体呢 睡一觉呢 就什麽鬼烧都没有了 嗯 那当然最原始就是 浸冷水啦 等到其他净水里啦 那如果你真的高到107度 108度呢 那也都可能会采用这些方法的 那除此之外呢 有同类疗法的方法呢 可以可以可以 就是处理这些问题的 那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袁医生 那那我刚才呢 就是我记得在 呃 因为在流感而 SARS期间呢 那 嗯 那香港人都就是很震惊啦 是啊 是很大件事啊 是啊 好大件事啊 是很大件事啊 嗯 是的 没想到做生意 如果想到做生意 我现在可能 拿来炒 当时我记得 这是真实的 因为我去黄竹坑去看工厂大厦 有这样的需要 因为我自己的健康店一路这样扛 那个地毯商走过一个大厦 他跟我说 你知道这栋楼在沙士奇加多少钱 一千万的就成栋 现在是过亿 好可惜我当时未想到做生意 只是想到怎么去救人 教给人家 根本你完全不用怕 从历史去学习 我给你一些历史的资料 当时我也很生气 其实我们传媒经常报道 这件事 1918、19、19年那种世界性的流感 死了很多人 但他从来没有说另一个事实 也没有想到 有什么很害怕 你害怕是因为你不懂得医 如果这种方法 差不多百分之百医 完全没有副作用 人苦、食物、食物、食物 全都可以吃 如果这种方法存在的时候 你会不会再害怕 你根本就直接不用害怕 我曾经写一篇文章 我曾经写一篇文章 在南韩中早报去登 那叫做 Instant Solution to Start 他看了之后 他都不敢登 为什么呢 因为始终他们当时 叫人捐钱 买消毒药水 帮医护医、医护医院 各方面找回這些資料 在1921年的時候 有一位醫生在Dayton Ohio 在美國的同類療法學會 77屆的時候 他公佈了一些數據 他說在24,000宗 在當時的西醫院的案例裡面 24,000宗 當時的死亡率是28.2% 而用同類療法 處理26,000宗的個案裡面 死亡率只有1.05% 相差很遠 效果很好 當時很多醫生 就開始搜查這些資料 過了之後 問同行不同的同類療法醫生 到底當時你的成功率是多少呢 一位醫生在Illinois, Chicago 叫Dr. Frank Whalen 他在工廠裡面 有8,000工人的工廠裡面 只有一宗死亡 只有一宗死亡 那他用什麼藥呢? 同類療法一種藥叫Jalcemium 大家記住 Jalcemium 他差不多是所有的病人 在當時用這個藥就搞定了 從來沒有用阿時不靈 從來沒有打任何的疫苗注射 他可能是工廠的那些醫生 他有8,000工人的工廠裡面 他只有一宗死亡率 當時有些醫生說 如果你沒有用一些常見的西藥 就可以導致人們為何會這麼少死亡 可以這樣說 換言之 其實那些人的死亡 是死在當時用的西藥 水羊酸、阿時不靈等西藥 另外一位醫生 Dugley Williams 在Provence Roe Island 這全都是actual cases 他說 他一宗流感死亡都沒有 而他因為肺炎的死亡 導致肺炎的死亡是大於2.1% 他說 他聽到當時西醫的同行 差不多都是獨孤一味 都是用阿時不靈、水羊酸的 他們很多時候聽到 他們那些肺炎的死亡率 是60%這麼高的 嘩!好高喔! 其中有一個故事 當時西醫的美國 在打仗 第一次世界大戰 很多船隻 要將美國的士兵運到歐洲 其中有一個船隊裡面 有一個醫生是同學療法醫生 船上的醫生是同學療法醫生 他們的船裡沒有死亡 另外一隻船是一般對抗性醫療的醫生 用對抗性的手法來治病 他們的船上的棺材是不夠用的 到時大家要拍近 將那些棺材移到另一個船的方向 當時醫生的紀錄 例如另外一位醫生 Dr. Sepperton 全部都是M.D. 他當時是在 Philadelphia Pansylvania 那裏做的 他的紀錄在 DC 社會裡面 有1,500宗的 死亡 而在當時的同學療法醫院 叫National Homeopathy Hospital 裡面 他們的復原腦是100% 好好的 另外一個醫生 這些全部都是當時 我在會議紀錄裡面 他說 我這個醫生說 我聽過超過100個個個案 沒有一個死亡 我從來不會偏離同類療法 我從來不會使用阿時不靈 我從來不會使用阿時不靈 有一宗個案 就說 因為其他醫生 用了很多阿時不靈 那這一宗就死了 是 即是你看到 當時很多很多這方面的紀錄 死亡率是由0-1% 好了 還有一個個案 很有趣 這個醫生 沒有用同類療法的藥 他只用病人的妥液 或者鼻涕 是 抽它出來 將它製造作為一個同類療法的療劑 不妨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萬一爆發起來 整個醫療架就崩潰了 你又不知道哪處找到同類療法的藥 那原來這個醫生用什麼方法呢 用病人的鼻液 分泌物 將它拿一滴出來 拿酒精、水 99滴 將它混合 混合之後 撞擊它 10下20下 接著拿一滴出來 你也知道同類療法的藥 就是這樣製造出來的 那它就用了 叫乳毒公道的方法 OK 用病人身體的分泌 帶病毒的分泌物 來製造一種同類療劑 它的成功是100% 好厲害的 兩年醫生 所以你可以看到 香港人 沒有機會接觸到這方面的資訊 對吧 你沒有這個資訊 當然會出現那個 那個效果是很嚴重的 可以這麼說 死與不死之間 你懂不懂得去處理自己的問題 在同類療法方面 當然我們的工具是很多很多的 外處理後遺症的能力也很強的 所以大家有機會在這方面多些去探討一下 同類療法的當時 也不是一兩種藥 但很多時候 我遇到一些疫症的時候 我都會用同類療法的療劑 作為一種預防 那我怎樣去預防呢 譬如我們突然間有一個 那個疫症爆發出來 我們處理這些病人 發現大概有一兩種療劑 是很適合大部分病人的症狀 雖然我醫療感的症狀 那些療劑是幾十隻的 但是很多時候 在一個疫症 在一個流行疫症裡面 通常他們的病的形狀 是很相似的 有時候你會找到 一隻、兩隻或者三、四隻的療劑 這些療劑 如果是適合當時的疫症的形狀 那個病狀 那就可以作為一個預防的作用 那如果真的遇到這些情況之下 譬如在曾幾何時 他試過有一次 有些醫生就用那個influenzinum 即是用那個病毒 那個那個 就是流行病毒 做出來那個病毒 做出來的療劑 那他就會用的 那一個禮拜就吃一次 用四個禮拜 就是這樣 那有些也有醫生 就是用企圖 用不同的同胃療法的療劑 去處理這方面的問題 那所以呢 就是同胃療法 不單止可以有病醫病 其實在某個情況之下 我們都可以用這個療劑作為預防 那大家都聽到了 市面上很多不同的說法 那最簡單 就是如果真的遇到那個 就是流行 就是流感期間 那大家最重要就是 就是要多些休息 就是要補充自己的體力 有機會呢 如果是天理好 陽光充足 就盡量接觸多些陽光 那最近有個研究 發現呢 維他命D 食維他命D 給打針的效果高成9倍 真的厲害 那就是呢 有很多很簡單的工具 就是大家可以 即是及時去用 是可以大大減低的 那當然呢 洗手 就是大家傳統都是這樣說 洗手 洗手也都很有幫助 那但最好呢 就洗手 不要用太多這些酒精液物 這些這樣的化學藥 因爲發現呢 很多時候呢 因爲我大量用這些這樣的 就是那些 那些 那些酒精液 那令到那個 那個那個 污水處理的那個 那個方面 是被它破壞了 好英俗 那這些潔白水呢 那這些潔白水呢 經過污水處理的時候 將污水處理的那些好菌 都被你殺掉的 那我希望呢 那我也希望呢 大家 relaj 2015年 也看到大家 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几个比较常用的疗剂 非常好 各位听众朋友都要记住原医生刚才提及到的 我们要多些晒太阳 补充多些维他命D 还有充足的睡眠和休息 这就是最好的治本方法 我们当然也看看会不会有其他疗剂可以帮助 先给一些例子,让你感受一下同类疗化是如何处理 比如有一只烏头 大家知道烏头是一种毒药 有毒性的草药 当然在同类疗化的手里面 我们所谓的烏头是经过特别的制作 制作过程里面 基本上将这个物质不断稀释 一百分之一的,一百分之一的,一百分之一的 我们稀释十二次 基本上剩下一个分子 可以这样说 你这样的稀释化的疗剂 里面是没有什么物质存在的 只不过将药本身的顺色带下去的 那烏头的情况是什么呢? 烏头的应用症状 遇到流感 流感可能突然之间因为受寒 受到干凍的风出现 尤其是你发寒 出行的时候突然之间 事不事 冬空吹陈 就出现这样的高温 烧 甚至乎个人很紧张 好像快要死 皮肤面红 这种症状 我会考虑用烏头 是 如果你的症状来得很快 症状来得很快 很快 那我就会考虑用烏头这种药 另外一种叫做 Ascullus hippocastainum 这种症状的重心 人们很怕闻到冻风 即是要包着人 很快会冻风 而且喉咙又烧又刺 任何动动 尤其是行路 觉得人很辛苦 背部 尤其是腰背 尤其是底椎 是特别怕痛 不太能走路 好了 我有一种洋葱 大家也听过 如果有人剥洋葱 有什么症状 有什么感觉 标眼水 想哭 那就是打一枝 就是流眼水 流鼻水 眼水鼻水流 打一次 那就是同样的疗法 见到 如果洋葱 能够令到一个人 一个正常健康的人 出现病症 同类相似的原则之下 如果一个病人 什么原因都好 当然 伤风 最容易有这个症状 如果一个病人 突然间 就是这样 流这些 眼水鼻水 嘀嘀嘀嘀 这种流的眼水 鼻水呢 就不是那么疼的 鼻水呢 就比较疼的 有症状 鼻黄红 鼻青红 因为鼻水很疼 眼泪 就没有那么红 还有呢 在一个温暖的室 即暖室里面 觉得个人会舒服的 在那个 涼一点的空间 会舒服的 那就考虑了 洋葱了 洋葱的医病了 还有一个 Ammonium Bromitum 主要的症状 就觉得个人 就好像 不能呼气的 焗住焗住 这样的 那这种 如果有一种 很大的症状 可以考虑 用那个洋葱了 那么 那 那 当时 在 1911 1918 1919 当时 他们的主要 几个疗剂 是医到 大部分的 都是用这几个疗剂的 那大家跟你分享一下 这几个疗剂是什么呢 这几个疗剂 它叫做 Brionia Brionia 这个症状 那个人很肝的 是 口鼻 口肝 很肝的 由干咳 咳咳咳到死 咳咳咳到头都会痛 咳咳咳到胸口都会痛 那你看他因为痛 他就不敢再咳咳 又不敢动 有时候 他说头痛 很头痛 但是眼睛 动一动的眼睛都会痛 那这个Brionia 那种症状 就说 病症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他就不想动 他不动 他不动 就不是因为累也不动 是因为怕痛 是不动的 口干干 要大量喝水 大量喝的 那这种这样的症状 就是Brionia 的症状 很多时候 是当时 是在流感的 1918年 1919年 是其中一个 就是经常之用的尿剂 来的 那种一种 叫做 Galcemium Galcemium 我自己有一个 很有趣的经验 我记得以前 在读同一疗法的时候 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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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他累到死 症状就是 他人很累 肌肉很软 又很累 累到他人 是震震下 天的 他人看上去 头哆哆哆 眼皮重 他人问他温温 暈不暈 但他不口渴 我记得 当时 有个同学 有这个症状 我们就立刻给了一剂 就 是 一剂一个小时 就好了 一剂一剂 一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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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全部搞定 那就是 似乎 你用得快不快 如果你用得很准确 也很快 那当时的效果是很惊人的 那还有一种 就叫做 Root Stox Root Stox 我们的阵营 就像一个 山寿的门教 是 那这个山寿门教 你初初动它 很硬的 很厉害 但是呢 他就要继续动它 就会顺利的 所以 适合Root Stox 那些病人的阵营 那些人是不断地动的 即是很不安的 身体是不动的 跟Browney相反 他不动的 Browney是不想动的 动的 动得痛的 眼球动得痛的 就会在这里 动得不动的 但是Root Stox 那些人是很僵硬的 所以他经常觉得 他经常要转来转去 转转反车 转下床 转来转去 那他才会舒服的 那Root Stox 那些人呢 就要喝热水 有充热水量 那如果病人跟你说 怎样不舒服啊 哎呀 我人真的紧了 僵硬到死 硬到死 有冤痛 当然了 比如他这些 刚才讲的症状 一般到流感都会有的症状 那除此之外 他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你见到他 他经常这样转转反转 一路一路一路 问他他哪里不舒服 哎呀很硬 肌肉硬骨骨 充热水量会舒服 那就可以考虑Root Stox 这个我也挺常见 所以你看到 其实当时 世界性流感 其实同类疗法医生 那同类疗法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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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直是可以都没什么了 嗯 但始终呢 大家遇到 什么病都好 什么问题都好 就是不用怕的 因为我们根本上 有很多好好的方法 很可惜呢 香港有一条 叫做不良医药广告条例 那原来 这个1953年成立的 不良医药广告条例 那原意呢 就是希望那些人 就不要自己医自己 所以那些讯息 就完全不给你的 嗯 那希望你呢 就有什么事去看医生 那但很可惜啦 你知道啦 现在今时今日 如果遇到这些流感的时候呢 如果你看那些医生 是不懂医的时候呢 你的生命都是一样的了 嗯 那我都认为呢 我们香港人有知情权的 是 这个不良医药广告条例呢 是违反我们香港人的基本利益的 就是可以这样说呢 就是帮助医生 就是 逼人去看医生 这个绝对是很 就是很不应该的 嗯 那香港人呢 为自己的健康着想啦 要自己学习啦 自己保护自己啦 那这个是最好的方法 好啊 好多谢袁医生分享 让我们又认识多些什么 叫同类疗法 和知道同类疗法其实对流感那个医疗的效用都非常准确 和都很高的 那多谢袁医生的分享啊 好 多谢你啊 现在就和大家说说拜拜啦 好了 拜拜 拜拜 自然疗法与你这个节目 是由大康自然健康中心赞助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 首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和碗腸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起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网址